会期要还没结束的时候 民众党团有一个提案 那我们宴会 辅国令民法案赶快省一省 人事审查也可以同步做啊 民党不要 他们那个时候说不要 说要休息 大家休息 那现在突然又说 这个开临时会要来审 你们对于这个国家都没有规划吗 然后全世界要绕着民进党来转吗 在五月讨论的时候就有共识 我们宴会到七月十六号 人事同意权的部分 当时就有讲 在八月中的时候来去处理 他们的态度真的是非常让人摇头 现在蓝白甚至讲的一副 好像要用开条件的方式 数以万计考生的权益 可以拿来交易的吗 民党现在不是在还吗 说要开临时会 那我们民众党已经表态了 我们就不赞成开临时会 为什么我们不赞成开临时会 因为呢在会期要还没结束的时候 民众党团有一个提案 就是说那我们宴会 我们把时间延长 因为宴会的时候呢 你去开委员会 不只可以加开院会 你还可以开委员会 那之前没有审完的法律 赶快把它审过去 那福国立民法案赶快审一审 因为这个会期已经被民进党 延宕了太多重要的法案了 所以赶快审一审过去 那人事审查也可以同步做啊 民进党不要 他们那个时候说不要 说休息大家休息 现在突然又说要开临时会 要来审他们的所谓这个考试院 然后那个考试委员 NCC委员好像不审 这个国家就要停摆的样子 那请问你 你们对于这个国家都没有规划吗 你上个月不知道下个月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就问 对不对 你都不懂得提前布局去安排事业时辰 然后全世界要绕着你民进党来转吗 很多人出国是国会外交 那个访团去美国去哪里的 都已经规划很久了 那你现在这边卡在这边不上不下 到底要去不去 大家都很尴尬 但我的意思是说 要不要去都可以 但这个世界不应该是绕着民进党来运转的 尽管你是执政党 这个世界世界观也不应该是绕着你们运转 所以临时会要不要开这件事情 你早就应该要规划 或者要不要延会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人事审查这么重要的话 那你就提早规划 大家留下来 蓝白两党就是卡临时会的部分 那可能造成在考试委员上任 然后会受到影响 那可能有三万的考生而因此 就是权益受到这个影响的部分 然后可能在韩国瑜院长的人 确实都还在国外 那在这方面 这个民进党这边的回应是什么 民进党团在8月2号 就已经正式韩文给韩国瑜院长 针对NCC的人事同意权 针对考试委员的人事同意权 都应当在法定期程里头来完成 这是立法院的法定职责 我们也要善尽我们的宪政机关忠诚的义务 所以不能够因为立法院的延宕 立法院不行使人事同意权 导致于NCC 导致于考试院空转 虚号 我们要再次呼吁 不管是什么时间点 该行使人事同意权的立法院 就应当履行我们的职责 而韩国瑜院长是立法院的大家长 是不是召开临时会 或者是在其他的时间 如何的安排 让两个重要机关的人事同意权 进入审查 完成人事任命同意权的行使 立法院则无旁贷 而韩国瑜院长更是身负重任 所以我们也在等待韩国瑜院长的回应 其实那时候在五月的时候 讨论这个第十一届 然后第一个会期 要做延会的时程规划的时候 那时候各党 在五月讨论的时候就有共识 我们延会到七月十六号 那人事同意权的部分 当时就有讲说 在八月中的时候来去处理 这个各机关的人事同意权的问题 这是当初其实就有提到的事情 那我们很遗憾的事情 现在看到蓝白每天就抓着 我们其他的宪政机关 说要叫其他宪政机关 要改革 要把人家的权利给抢回来 但遇到自己该履行 自己的宪政上赋予的义务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的态度 真的是非常让人摇头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好像维持宪政机关的运作 维持政府机关的运作 都不干他们的事 都只有执政党的事 所以现在蓝白甚至讲的一副 好像要用开条件的方式 除非你让我通过什么东西 我才要来开 我们很想问 这些民众的基本权益 考生这么努力 数以万计考生的权益 是可以拿来交换 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